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一句很简单的话 要将耶稣基督 丁谁之家那个光景 那个重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看耶稣亲身的成就的 使之家的救恩 彼得特别提到 是足亲身来担当 他没有请替身 他没有用别的方法 他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承担 来成就 这个使之家的救恩 因为如此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个 翻转的转捏点 因为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这也是一种爱的行动 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承担 以致我们可以在罪上死 也得以在意上活 这是一个生命的交换 让我们得到从他身 这个替我们丁谁之家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得到新生命的两面 这是能以在罪上死 也能以在意上活 就是说我们有力量可以做 可以不做错的事情 也有力量能做对的事情 是个自由的人 是个生命的改变 与从前旧的生活相反的 以前是行善无能 俱乐无力 是个没有自由的人 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 却不能做 明明知道什么是错的 却偏偏去做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道德的知识 我们知道的很多很多 还是没有力量 知道根行出来是两码事 更重要的是 这里能够向意来活 向着一个完全 是一个完全被释放 可以活出神的公义 美德的生命 这是个救恩的结果 和我们人生的目的 世界上的人要的是公平 人只会讲公平的话 却常常做不公平的事 但我们要的是公义 是神的公义 不是我们认为的公义 什么是圣经要求的意义呢 生命基地六章二十五节说 我们若照耶和我们神 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遵守 谨守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意料 简单就是说 我们有力量遵行神的吩咐 行神的道 这就是我们的意义 但是 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 从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而来 不是单独知道什么是对的 但是更重要 能够行走神所吩咐 要我们所做的 故此耶稣用他自己生命 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 就能够给新的人带来 我们生命的方种 由罪到义 由死到活 更重要 其中一点 让我们从有病的得到医治 能医治得到复原 这种生命的非常大能的改变 翻转 只有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为我们丁许之家 从死里复活 这个救恩者能够成就 让我们从一个普通的人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成为一个神国度有用的人 每一次当我在回想 耶稣基督受苦受难的时候 就想到 不只单单注目在他身上 他所做的一切 到底为了什么 他是为我 他是我的主 刚才师父就说 他就是我的主 从从服务所 他是我的主 这就是我的主 为我承担这一切 故此 得救 不单单让我们活得快乐 生命改变 更重要的让我们成为一个 神国度有用的人 有用的人 用他的生命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出 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让我们一直这个生命的缘故 跟我们周遭接触的人 从我们生命当中 能够感受到这一份实际上 爱的恩典 求主怜悯我们 每年来的时候 让我们的目光 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不单单纪念他 也当然更是纪念 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 每一次纪念他的时候 我的生命带来怎么样的改变 怎么样的不一样 不只单落在一个理论的当中 来是真的 生命被翻转 能够行神要我所行 人和我的生命当中 真的感受到 那个新生命的样式 那个改变 那个神美得的美好 从我生命能够领入出来 谢谢恩主 祂是我的主 祂改变了我 成为祂手中有用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 谢谢恩主 每次来到这个家节 我们都想到 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亲身的担当我们 这一切都是为了爱 我们不配的 我们真的不配 但主怜悯我们 拯救我们 医治我们 让我们成为手中有用的人 能够行神所喜悦 我们所行的 能够行神严重的义 能够有力量 离开罪恶 离开神不喜欢的事情 能够走在神喜悦的道路当中 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 学习祂的样式 好好地跟随主 没有辜负 祢是我的主 在生命中的掌权 让我生命中所付出 一切爱的代价 谢谢祢 祷告祈求 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